早上最新的追气头条要带你来追踪 让人直呼好恶心啊 这是新竹百年老店的核桃酥饼 吃一吃竟然怎么会吃到黑黑脏脏的假牙呢 我们立刻领先记者邵紫阳带我们来掌握 紫阳 世主观观众过年期间的很多民众呢 是出外到处半年的时候呢都会戴上伴手礼 那新竹一位林先生呢就收到有人的一个礼品礼盒 那而且这家礼品礼盒呢是来自新竹一家百年的知名老店 而他呢打开来一吃呢吃了一块的叫做核桃酥饼 不过吃一吃呢就发现哎里头怎么有一个硬物呢 他就仔细一看只能是大傻眼 因为是里头呢一颗镶着银色的假牙 外形看起来很像是旧纸 而且颜色还黑黑的非常恶心 让他当场呢是非常的想要呕吐 那事后他赶紧用手机拍下来这个照片 他这个饼呢也把整个饼盒呢 是还给了这家知名老店要求投诉 而这知名店家呢在收到了礼盒之后呢 他们经过调查坦诚书师 确实呢这个假牙就是在饼里头 他们不断的是道歉 而且赔上了一个新的礼盒 并且呢送上一个6600元的红包 来给这个灵性男子呢压压金 事后这家知名的百年老店呢 是赶紧做内部的调查 清查所有员工是否有人掉假牙 不过经过调查呢是内部并没有人带假牙 那到底呢为什么会饼里面呢 会出现呢这银色的假牙 根据调查呢这个厂商呢 怀疑是原料厂商所提供的原料呢 是发生了问题目前已经将呢 所有东西呢都已经送给了 卫生单位要进行调查 尽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不过消费者还是认为呢 希望这家知名老店能够查清楚 否则下回又不知道哪位有民众呢 吃到怪怪的东西 让我们来清楚掌握全新状况 吃点银头叫环婆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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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